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向量的加法和减法的运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加法的运算 加法的运算规则是当两个向量的维度相同时 两个向量的加法就等于两个向量对应的分量相加 比如U等于UX UY UZ V等于VX VY VZ 那么向量U加向量V就等于UX加VX UY加VY UZ加VZ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做一个小练习 例如向量N 向量N等于1,3,6 向量L等于1,4,5 那么向量N加向量L就等于1加1,3加4,6加5等于2,7,11 大家可以看到向量的加法其实非常简单 在上一节课程当中我们还学习到可以通过几何的方式来表示一个向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向量相加 它的结果仍然是一个向量 那么它的结果向量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几何的方式来表示出来 比如我们现在可以来画图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绘制出一个坐标轴 然后我们第三个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出向量A,B,向量B,C 比如这是向量A,B,这是向量B,C 好,我们假设 好,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点A 等于 XA YA 点B 等于 XB YB 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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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 YC 那么我们向量AB就等于 XB-XA YB-YA 向量BC就等于 XC 减 XB YC 减 YB 我们同样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AC点来确定出一个向量AC 等于XC-XA YC-YA 然后我们可以来推导一下向量AB 加向量BC的向量 根据向量加法的定义 根据向量加法的定义 两个向量的加法等于它们对应分量的相加 那么向量AB加向量BC就等于 XB-XA 加上XC-XB YB-YA 加上YC-YB 最后就等于 XC-XA YC-YB-YA 到这里 大家其实就已经发现了 向量AB 加向量BC 它们的结果向量 YXC-XA YC-YA 这个结果 恰好等于 这一个向量AC 我们现在来把AC向量 绘制出来 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 向量AB 加向量BC 它们结果的向量 其实就是 它们形成的 平行四边形的 对角线 如果我们对BC向量进行平移 平移到B点和A点重合 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 AB向量 加BC向量 就等于 它们 所形成的 平行四边形的 对角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算式 向量AB 加向量BC 等于 向量AC 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们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 有一个共同的点 有一个共同的点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上一节课程中中 我们学习到 两点法 可以表示出一个向量 而且可以非常清晰的 知道向量的方向 在这里我们其实就可以发现 向量AB和向量BC 它们是首尾相接的 同样我们可以在图片中可以看到 比如 比如向量AB 从A出发 到达B点 然后从B出发 到达C点 它们的首尾 是相接的 当它们首尾相接之后 这两个向量相加 其实就等于 从它们的起点出发 到达它们的终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向量的减法 向量的减法 其实跟向量的加法 是一样的 当两个向量的维度相同时 两个向量相减 就等于两个向量 对应的分量相减 比如U等于UX UI UZ V等于VX VY VZ U减去V 就等于UX 减VX UY减VY UZ减VZ 我们同样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小练习 向量N等于123 向量L等于246 那么向量N减去向量L 就等于1减2 2减4 3减6 最后就等于 最后就等于 -1 -2 -3 向量减法 同向量的加法一样 它的结果仍然是一个向量 那么它的结果向量仍然具有几何意义 我们假设点A 我们假设点A为XA YA 点B为XB YB YB 点C YXC YC 那么向量AB 就等于XB 减XA YB 减 YA 向量AC 就等于XC 就等于XC 减XA YC 减YA 向量CB 就等于XB 减XC YB 减YC 同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向量AB B减向量AC 等于 它们对应的分量相减 它们对应的分量相减 最后就等于XB 最后就等于XB减XC YB减YC 这里大家同样可以发现AB减AC等于CB 大家可以看到它们的结果都是XB减XC YB YB减YC 我们现在来画图看一下 我们仍然以这张图为例 我们将CB 我们将CB连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AB向量减AC向量 它们的结果 仍然是它们这两个向量形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 但是这个对角线 不是在它们这两个向量加角之内 而是在另外一边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向量的减法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们是 它们的向量是共起点 大家可以看到它们都是从A点出发 然后它们是连终点 向量AB是从A点出发到达B点 B点是向量AB的终点 就是这里 然后向量AC它的终点是C点 是这里 连终点的意思就是 它们这两个向量的终点连接起来了 但是它的方向呢 它的方向是指向背景向量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方向是从C点出发到达B点 指向的是B点 指向的是B点 也就是从C点出发到达B点 然后C指向B 大家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减号前面的是倍减数 在开发当中 我们其实是大量使用到向量的加法 和向量的减法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面 我们会通过向量的加法 和向量的减法 它们的几何意义 来推导一些比较复杂的公式 最后我们来编程实现一个比较简单的向量 为了不跟Unity3D的引擎偶合起来 我们将Unity3D相关的删掉 然后来定义我们的构造函数 和我们的构造减数 绝呼 这些比较沾B点 我们去关注里面的上方 用减数 在某些比较 一路 有些比达 一路 转出 至少 一路 一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首先我们来实现向量相加 相量相加其实就是他们的分量相加 然后我们来实现他们的减法 相量的减法其实就是他们对应的分量相减 最后我们来重载一下它的操作符 首先我们重载一下它的加法 然后我们再来重载一下它的减法 在上一节课程当中我们还学习到限量的规范化 那么我们顺便把相量的规范化的API也实现一下 为了方便打印 最后我们来重载一下它的toolstream方法 好 类就已经编写完成 然后我们需要在程序里面测试一下 它是不是和Unity3D自带的API所计算出来的结果一样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Unity3D的工具里面去 然后我们为这个Cube添加一个脚本 然后我们来编写一个判断它们是否相等的减数 Science3D的工具 现在我们就来简单的测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减法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规范化 然后我们在程序里面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确实出来了三个 刚好和我们程序里面的是一样的 那么就说明我们冰写的Vector3D和Unity3D里面的Vector3 它的功能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将会为大家讲解到限量的差距 以及限量差距的一些运用